读书时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征明 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上回给大家讲了这个 奇幻小说大师尼尔盖曼的短篇小说集 高能预警之后 然后好多小伙伴都给我推荐 他写的另一本书 就是坟场之书 正好呢我就有这本书 然后我就抽空把这本书给看了 然后看完之后我有点疑惑 就是那些向我推荐这本书的小伙伴 你们是真的看了之后觉得很好看 所以才向我推荐的吗 还是说你们其实没有看 然后就是想让我替你们看看写的好不好 是这个样了哈 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 但是呢我不是很想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为什么呢 你们看完我今天这个视频就知道了 老规矩哈 还是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大体的故事情节 这本小说的主角呢 是一个小男孩哈 也就是我们的小男主 这个故事一开头呢 一个神秘的兄弟会派出来的杀手 把这个小男主的父母给杀死了 但是呢因为这个小男主喜欢到处乱爬哈 就爬到了一座坟场里面 意外地躲过了一街 这个小男孩有一个特殊的超能力哈 就是他能看到所有的鬼魂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阴阳眼 然后呢这个坟场里边的一对这个幽灵夫妇 叫欧文斯夫妇就收养了这个小男孩 然后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Nobody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塞拉斯的鬼魂 成了这个小男孩的保护人 因为这个塞拉斯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鬼魂哈 他可以离开这个坟场 所以呢就由他来负责 给小男孩带食物来 那我们的这个小男主呢 就穿着一身果实布 开始了在坟场的生活哈 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坟场 坟场里边呢 有许许多多的幽灵 有这个不列边的先民 也有古罗马时代的人 也有中世纪的人 也有几百年前刚死的人 可以说啊 这些幽灵刚好串起了 整个英格兰的历史 那通过小男孩和这些鬼魂之间的互动呢 你就可以对这个英格兰的历史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而且这些鬼魂的身份也各有不同哈 有这个贵族啊 有战士啊 有神职人员啊 也有教师 所以呢这个小男主啊 与其说是在坟场 不如说是在一所学校里边 跟各种鬼魂学各种知识 以及学习这个墓碑上的文字 然后这个小男主 就在这个坟场里边 一天天的长大了 然后这个小说呢 主要就是讲这个小男主 在长大的过程中 经历的一系列冒险 比如说在这个第二章哈 这个小男主就认识了一个 跑到坟场里来玩的小女孩 也就是小女主 这个小女主和小男主 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哈 然后这个小女主 就给小男主讲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个小女主 是个普通人哈 看不到那些鬼魂 那于是呢 这个小男主 就给小女主讲 那些鬼魂都是什么样的 他们都经历过 什么样的故事 两个小孩一起手拉着手 去一座 这个幽深的古墓里边探险 结果就误打误撞地 发现了这个基督教的圣物 圣碑的所在地 也就是说这个墓 其实就是这个圣碑守护者的墓 这个了解圣碑传说的小伙伴 应该知道哈 圣碑被这个圣约瑟 带到大不列颠岛之后呢 就神秘地消失了 然后呢 无数的这个骑士 为了寻找圣碑 是前赴后继啊 但是呢 相传只有这个 圆桌骑士之一的 加拉哈德 有幸见到过圣碑 从这里就能看出 这个作者的脑洞 真的很大哈 连这种梗都能用在这里 接着讲哈 这个小女主她爸呢 是个研究粒子物理的 然后后来呢 因为工作原因 调到了苏格兰 于是呢 这个小女孩 就跟着她爸一起搬走了 然后小男孩 又开始了 自己一个人的冒险 那在这本书里呢 除了一般的幽灵之外 还有很多 其他种类的幽灵 其他种类的怪物 比如说这个塞拉斯是吧 它就不是一个 普通的幽灵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幽灵 然后这本书里边 还有很多其他的怪物 比如说在这个 第三章里边 出现了一种 叫石石鬼的怪物 这些石石鬼特别逗哈 以这个美国总统啊 中国皇帝啊 维克多余果之类的名人自居哈 就是一群封批 然后呢 他们就想把这个小男主杀死 然后吃掉 不过他们最后 当然是没有得逞了 因为这个夜魔 听到了小男主的呼救声 然后把这个事情 告诉了这个 小男主的临时监护人 叫路佩斯库小姐 这个路佩斯库小姐呢 是一种叫上帝之犬的怪物哈 听名的就挺厉害的 所以最后呢 就把这个小男主给救了 之后呢 这个小男主又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冒险哈 比如说为了给一个 这个没有墓碑的女巫 制作墓碑 而冒险去了这个活人的世界 结果呢 被这个 开头 就是追杀她的 那个神秘的兄弟会的人 给发现了 差点被杀掉 之后这个小男主 还去参加了这个 骷髅舞会啊 然后还去上了一段时间的学 然后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慢慢慢慢长大了 然后呢 又跟这个 同样长大之后 又回到这个坟场的小女主 又重新相遇了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了 那个一直在追杀 把小男主的这个神秘的兄弟会 终于找到了男主 然后呢 这个男女主就在坟场里边 跟这个兄弟会派来的五个杀手 斗智斗勇 最后把这五个杀手 全都干掉了 那故事的结局呢 就是我们的小男主 长大了 无法再接受这个坟场的庇佑了 于是呢 就离开了坟场 去了这个活人的世界 开始自己真正的人生了 但是我们知道 人终究是会死的嘛 所以这个小男主 将来肯定总有一天 还是会回到坟场和这些幽灵们团聚的 这就是这本书大概讲的一个故事哈 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为什么这本书会被归类为儿童文学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阅读门槛 非常非常的高 想要看懂这本书 绝对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西方宗教呀 历史啊 人文知识的 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积累 没有这些知识储备 我觉得你能看懂10%就已经不错了 比如说这本书第三章里哈 这个小男主认识了一个埋在这个坟场外围的女巫 叫丽莎 然后这个丽莎呢 就给小男主云淡风轻的 讲述了自己生前遭受的一系列 这个恐怖的事情 这个一般的小孩子是绝对看不懂的是吧 甚至是那些没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大人 我觉得可能也看不懂 女巫讲述自己这些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不明白这个女巫为什么被埋在外围 是吧 埋在这个不节之地 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墓碑 除非你非常了解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了解这个欧洲历史上 惨绝人寰的这个猎屋运动 你才能看懂这一段故事 那在这里呢 可以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这个猎屋运动 这个猎屋运动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兴起于12世纪欧洲的一个这个宗教迫害运动 在16世纪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余波一直影响到了18世纪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猎屋运动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13世纪 这个地球处在这个小冰河期 就导致这个气候异常寒冷 粮食减产 饥荒频发 与此同时呢 黑死病又爆发了 然后1487年的时候呢 这个宗教裁判官 叫这个海因里希克雷默 他出版了一本臭名昭著的书 叫《女巫之锤》 这个该书的核心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将人间的一切灾祸的矛头 直指女性 认为这个是女性的肉欲 总是难以满足 所以呢 就很容易被魔鬼引诱 与魔鬼交构 于是呢 就成为女巫 围惑人间 也就是说他认为 这个人间的这些灾难 全都是女巫导致的 于是这个惨绝人寰的猎屋运动 就开始了 在这段黑暗的时期中 成千上万的无辜之人 就是遭到了现在难以想象的 这种残忍的迫害 而其中呢 80%以上全都是女性 一旦被判定为女巫 她们的结局就只有一个 就是被宗教裁判所 捆上火刑架 活活烧死 那很显然哈 这本书里边 第三章出现的那个女巫 就是这个中世纪猎屋运动的 一个受害者 就是如果你不了解 这个历史背景的话 可能就很难看懂 这一章的故事 甚至包括这个女巫的名字 叫丽莎哈 用的其实都是 丹布朗的小说 达芬奇密码里边的一个梗 就是你只有看过 丹布朗的这个达芬奇密码 你看到这的时候 你才能反应过来 哦 这个丽莎该不会是那个 莫娜丽莎那个丽莎吧 再比如这个圣杯守护者 这个墓穴哈 这个守护者是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最后呢 就是他把这个 追杀男主的 那个兄弟会的boss 给干掉了 但是作者呢 从头到尾就只告诉你 这个墓穴里边 埋着一个 一直在等待自己主人 回来的宝物守护者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杯子 所以如果你对 这个基督教的传说 以及这个凯尔特神话 一点都不了解的话 你就根本看不懂 这都什么跟什么 根本就不明白 作者为什么老Q这个杯子 是吧 像这样的 还有很多很多哈 比如说这个 一直追杀男主的 那个神秘的兄弟会 还有这个小女主他爸 为什么是研究粒子物理的 这些其实都是 这个天使与魔鬼里边的梗哈 就是你只有看过 丹布朗的这个天使与魔鬼 你看到 就是看到分场之书 这本书里边 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才能接上这些梗 所以说这本书的 这个阅读门槛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哈 就是如果你一点 知识储备都没有的话 看这本书 真的可能连十分之一的 乐趣都get不到 而这本书本身呢 如果去掉这些梗 去掉这些人文知识背景 其实就是一本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 烂大街的童话故事 像什么小孩阴阳眼 能看到鬼魂啊 人和鬼魂一起玩啊 是吧 这都是已经被人写烂了的 这种烂大街的梗了 所以这本书 我个人虽然很喜欢 看得津津有味哈 但是并不是很推荐 给大家去看 就是如果你一定想看 这个尼尔盖曼写的书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去看看 他的这个短篇小说吧 比如说我上次给大家推的 这本《高能预解》 那尼尔盖曼的书呢 这应该就是我讲的 最后一本了 我不太想再讲 他其他的书了 因为他其他的书 跟这本书一样 也是那种阅读门槛 特别高的 比如说美国众神啊 之类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 这个对西方神话 历史啊 宗教啊 一点都不了解的话 去看这书 其实没大有意思 当然了 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你要就是想迎难而上 那也挺好的 是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